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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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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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or 和想重溫一下的話 可以收看我們第一季的節目 既然我們細巴潛能的能量貼等同針灸貼 究竟要用哪一隻? 其實就是要用我們這隻 細巴潛能特效止痛貼 這個細巴潛能特效止痛貼 在2019年代表香港參加日內瓦發明展 是拿了銀獎和最傑出的發明獎 我這個無若全天然 含量超過90%的軟紅外線 和生物訊息的科技 在2014年、2015年和2017年的 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針灸聯會的科技論文發表了 亦都是證實 是和針灸的原理是一模一樣 是能夠非常快速地刺激我們的穴位 基理是和針灸一模一樣的 現在我就教大家 如果想處理血糖膏 又或者想治療糖尿病的話 究竟我們要貼哪個穴位? 第一個穴位就是中滿 中滿在肚臍對上、胸口對下、中間的位置 我們的貼紙就是 記住了 兩橫點向上、英文字母向下 這樣我們就這樣貼在這裡 這個是第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貼的就是我們的合谷穴 合谷穴就是這裡 我們就是這樣 這樣 貼在合谷穴那裡 貼在合谷穴的話 我們就要一對 左手和右手都要貼的 第三個位置 要貼的就是足三里 大家看看足三里的位置 我們就是膝蓋 三隻手指的下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足三里 我們又是把一個特效指動貼 就貼在足三里的位置 第四個月位就是三陰膠 三陰膠就是我們的腳眼 這樣貼在一起 第三隻手指的上面 就是三陰膠 那我們就是這樣貼 第五個月位就是內亭 內亭是我們的大拇指 和第二隻腳趾的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貼在一起 我們來重溫一下 這五個月位是怎樣貼 第一个 中腕 第二个 合谷 第三个 竹三里 第四个 三音胶 第五个 内庭 除了第一个月位内庭之外 其他四个月位都要贴两只手和两只脚 购买世博潜能特效指痛贴非常之简单 可以在网上订购 电话订购 或者亲临门市 四季的潜能教室我们也有一个主题 就是潜能与你 药食同源 今集我会介绍如果患有血糖高 或者糖尿病的朋友的早五晚三餐的食谱 其实也不要这么悲 如果你有血糖高或者糖尿病的朋友 其实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吃的 只要你吃得对 吃得好 那就应该可以保持到我们健康的血糖指数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很多人以为我血糖高的话 不如我吃少一点东西 吃少一点东西 我不会摄取那么多食物而产生的葡萄糖 那我的血糖就可以被控制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如果我们一餐与一餐之间相差太远的话 其实我们的血糖很不稳定 有时高时低的话 其实对身体是更加不好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药食同源怎样使用均衡的饮食 和用一些的药料去帮助到我们 控制我们的血糖 以下是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高血糖的朋友 一日三餐的食谱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控制血糖是由早餐开始的 因为在早上的时候 高血糖或者糖尿病患者 因为荷尔蒙失调 或者对胰岛素产生抗躁 而出现了一个叫做黎明现象 在他起床之后 没吃饭之前 血糖是特别高的 加上早上吃的第一口食物 就是决定你的血糖高低了 所以吃早餐 绝对是每天控制血糖 去稳定血糖和减少 胰岛素阻抗的重要开始 以下就是一日三餐的食谱了 现在收看我节目的朋友 可以拿手机出来拍下它 自己慢慢去选择 看到这里 我就完成了我三集 关于糖尿病和血糖过高的 资讯了 我现在就想和大家做一个总结 首先如果要预防自己患有糖尿病的话 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自己 究竟血糖有没有偏高 如果要知道自己的血糖指数的话 就要透过验血了 如果现在收睇的朋友想知道自己的血糖指数的话 只需要你在这一集里面赞好分享和留言 然后打电话来120090预约 我们就可以免费跟你查看你的血糖了 当你知道了自己的血糖究竟是健康的水平 还是偏高的水平 还是在超标的水平 你就要有相应的行动 行动是什么呢 大家记住 均衡的饮食非常重要 第二就是要有适当的运动 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血糖偏高 又或者是血糖超标的话 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是透过饮食的控制 透过运动 或者是透过一些无弱全天然的方法 去控制你的血糖了 当然如果在三至六个月里面 你都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血糖的话 我都会呼吁大家要去看医生的 及时处理你的血糖的问题 对身体健康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要知道 换除着糖尿病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大家可以收看我第42集 这一集都会说得非常清楚 糖尿病伴随的并发症是什么 我想在这里总结一下 要控制血糖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无弱全天然的方法 首先就是透过我们 药食同源的不同食谱 大家可以看回第41集 第42集和今集的食谱 了解多一点 并度度度去编制一下 自己一个低血糖的餐单 第二件事就是要做运动 做运动有很多种的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 没有办法去做好剧烈的运动 也没有办法去排走自己身体的血糖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的体验馆 体验一下我们的细胀光宝 也是一样的 在今集我们会有特别的优惠 就是如果你在今集 赞好分享和留言的话 打电话来 我们的细胀光宝 可以免费试我们30分钟的细胀光宝 试一试的效果 和感受一下这个光宝的威力 无弱全天然处理糖尿病的方法 可以用我们的细胀特效指痛贴 是等同针够贴 是贴适当的穴位去处理你高血糖和糖尿病的问题 如果做完这么多东西 如果糖尿也是有D超标的话 介绍大家是用这个 纯天然的蜂黄章 蜂黄章以前是属于保健品 但是现在蜂黄章已经是列入药物 100%的蜂黄章是非常之有效去治疗糖尿病 千万别害羞了 今集我们会有两项免费的服务送给大家 一个就是免费严密血糖 另外一个就是免费体验30分钟的细胀光宝 事不宜迟 打电话来21520090预约 我都想提提大家的就是 星期四开始做一个与Professor Lee有一个约会 讨论下你的身体的状态 我会免费提供各方面的医学的资讯 或者怎样去处理你问题的资讯 请大家打21520090预约 逢星期四早上11点到下午6点30分 与Professor Lee有一个约会 我在等你 在今季里面潜能与你药食同源 就到此为止 在下一季我会跟大家讲运动与健康 给一个预告大家 其实Professor Lee也是一个运动员 我对于运动是非常有热成 尤其是刚刚这季我讲到 心脑血管的病 糖尿病 和胆固醇 其实是和做运动息息相关的 所以在下一季我想跟大家讲多些 有关运动与健康的题目 所以我在这里约定你了 下一季见 拜拜